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烧一砂锅 萝卜骨头汤 首先骨头洗净 放清水里 大火煮一开 水开后我们用勺子 给它松动一下 再保持沸腾一分钟上下 然后呢我们用清水清洗 这些骨头的地方最好用刀刮一刮 换清水 放一个葱结 拍一块姜 大火煮开 煮开后 我们也是先用勺子 给它兜底翻一下 以防它粘底 然后放料酒 小火焖煮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慢慢 准备萝卜了 萝卜洗净 刨皮 挑萝卜的时候 用手颠一颠 两根大小相同的 减重的买 切成滚刀块 或者长条都行 排骨 排骨 颈骨 一般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放辅料了 我们先把葱结捞出 葱结捞出 那如果铜骨 扇子骨 就要double它的时间 萝卜放入后 那个火稍微给它打一点点 煮到萝卜酥烂 最后我们放一把枸杞 然后马上转大火 冲一下 这样汤味会更浓郁一些 萝卜买得好 煮出来的汤清甜清甜的 如果你要放盐 直接放碗里 吃多少放多少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